2014年7月30号 四大医学会模拟手术 四大与台湾脊椎围创医学会 外伤医学会 骨科创伤医学会 以及耳鼻喉科医学会合作 来自台大 厂根 荣总等45家医院 168位医师参与模拟手术交流 学员一直在询问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也希望未来在学会 尤其拜托四季大学这边 共同努力让更多的医师 都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今天这个课程 此次医疗人文要求参与的医师 事前到大庭老师家中拜访 四季体系以外的医师学生 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学到 因为你拿二条的信息 带动整个台湾医学的精灯 借这个吴远良师 能够去做这样的学习 那应该是就是抱着更谦卑的心情 去看待 各医学会医师群 在追思会上感恩吴远良师 奉行医学 医师透过模拟手术 精进医术 造福患者 脚比较好走 不会像以前那么痛 现在开刀之后比较想跳舞 之前走得很坎坷 但是希望他运用这一张脚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这样子 2004年7月30号 来自苗栗赛夏族14岁少女高修臣 在大林慈激院完成治疗出院 两岁时因烫伤延误治疗 导致脚掌严重变形 慈激人医会一诊时发现了她 她被烫伤因为没有就医 她卷曲的双脚 我们在想我们好疼那双脚 这间简单的房舍是修臣的家 父母离异 父亲在外地工作 她身兼母职照顾年幼的弟妹 志工经常上山关怀协助就医 要去大林看这个脚都不会很高兴 关节会发生因为压力不对的关系 那个地方将来会痛会关节炎 所以这个治疗怎么治疗 这个可能还是要考虑开刀 开刀后的修臣不仅能脚踏实地地走路 还能跳起她最期待的赛夏族传统舞 突然现在整个两个条都被鼓住了 2001年7月30号 陶支台风凌晨从花林登陆 狂风暴雨 山洪爆发 造成全台111人死亡 103人失踪 此际在灾情最惨重的花莲大兴村 成立医疗站 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昨天晚上呼吸起来很苦 提供热食 发放检难救助金 上人亲自前往灾区关怀 四个已经是 我们现在找到四个 六个都在对 大家能够去训练 但是事情发生了 你自己要训练 我们现在要看我们要怎么来做 我们现在都在电视台市 我们现在就看成人 发在多一个地方 一方五个店 你也不要太好 快去划山之路 你们找到有什么 很好 太小姐在當中 颱風期間 此季在全台 成立18個救災協調中心 風災後 志工在各縣市 協助民眾清掃 重建 後續在花蓮建秦村 園建12間大愛屋 陪伴受災民眾 走過痛楚創傷